7月17號嘉義市區下著雨附近民眾看到 環保人員遠景大批人馬來到店門口 大動作拆除 民眾很緊張的錄影直嚷著說 怎麼會這樣突然 眼前的店面業者不在 昨天右攝就怕有狀況拍下了影片 店家事後提供了監視器 一名白衣男子衝上了木造階梯 接著可以徒手搬動的 毫不留情甩了出去 裝潢擺設通通掃光光 另外的監視器畫面 白衣男子搬起了盆栽 直接拋進資源回收車 一旁的居民看了 趕緊把其他的花盆挪進棋樓裡 還有另外一間店面 業者接力把堆在外面的物品送進建築 商家控訴 警方和環保人員毫無預警的上門 拆掉人性道上的設備 連曾經合背過的木梯 也動手破壞 實在很粗暴 但是警方回應 已經有半個月的勸導 7月17號當天的勤務是合法取締 但是也坦言 嚴謹執法餘業必要程度會進行懲處 建築的時候就有申請了啊 申請得這麼高嘛 太高了啊 太大了 所以我做了兩個扶手啊 申請建造的 沒有出路可以生活嗎 執法已經餘業必要程度 言行適當 影響景欲 以何與申戒兩次懲處在案 為了洗刷行人地獄的惡民 從警方環保人員全面動起來 但是執法的過程如何避免衝突 恐怕還有討論空間 三立新聞廖國雄 注意 disabilities